各位好,今天是第二章节的互动答疑课 针对这一阶段大家的留言进行一个集中的回复 在第二章中,我看到了更多的朋友在美气下方留下了自己的感悟 除了没AB外,我还看到了五步空、别言、曼谷、大年等等这些朋友的踊跃留言 这说明大家在积极地思考,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那么接下来,我也来谈一谈自己对第二章节的一个感触 其实在最开始策划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第二章的内容要不要给大家呈现 因为相对于舒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等这些哲学家来说 第二章的哲学家要离大家更远一些 可能会让很多人听起来没有非理性主义啊、存在主义这么过瘾 但我认为,要想系统的学习哲学史 就要全面地去了解各个流派的发展和思想 而不能拘泥于自己喜欢的或者自己更熟悉的那个部分 所以对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来说 是十分有必要让大家有一个初步地了解的 同样,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那就是系统的哲学入门一定要全面地了解每个流派的思想 即使有些流派的思想 你可能觉得理解起来有些费劲或者烧脑 但也要试图去理解 当你对哲学史有了一个总的概览后 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 好,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来看一看大家这一章节的留言 在编庆《什么是功利主义》这一期当中 有一位朋友别演是这么说的 生活中让我们感到快乐的许多事情 往往也带给我们无聊和厌烦 面对那些看似美好,看似快乐的表象 功利主义应当如何区分呢? 何况一个人所渴求的所有快乐 并不都指向至善的境地 那么功利主义的奉行 又如何能获得人生真正的幸福呢? 还有一位朋友叫爱笑的眼睛 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他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当面对一次抉择时 我们注定了要有得失 在面对那些内心痛苦 却看似快乐的表象时 又要如何区分抉择呢? 我觉得边境的功利主义 有一些过于单一了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 还是需要多项衡量的 痛苦与快乐的附加值 又是只是阶段性的感受吧 好,对于这两位朋友的问题 我一并来回答 首先,看似美好 看似快乐的表象 这个看似其实已经暴露出了本质 这个所谓的美好和快乐 并不是真正的美好和快乐 而是一个虚假的现象 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是痛苦 就比如说无聊和厌烦 这就是这个快乐的表象带给你的 那么在功利主义者看来 这些看似美好和快乐的表象 就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因为实质是痛苦嘛 那么功利主义倡导什么呢? 虚乐必苦 就不去选择这种带给你痛苦的事情 只追求那些真正带给你快乐和幸福的行为 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 我看到别言说 一个人所渴求的所有快乐 并不都指向至善的境地 这句话中 我认为还是把快乐的假象和快乐的本质混在了一起 快乐的假象有可能会背离于善的境地 因为有时候人性中难免会有邪恶的部分 或许是利益熏心做出一些事情获得短暂的快感 但这种快乐仅仅是一个假象 因为你背离于善 你会受到良心层面的谴责 你会陷入到惶恐和不安当中 这种情况就不算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了 快乐的本质或者说幸福的本质 一定是来自心灵深层次的安宁之感 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一定是至善的 那么奉行功利主义就意味着对幸福程度的最大化的选择 去尽可能规避那些带给你痛苦的行为 好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仅供参考 好 我们来看到梅AB的留言 编庆主张的道德体系以快乐主要原则来定义功效 幸福等于快乐 编庆认为 自然将人置于乐和苦两大主宰之下 由此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 将会做什么 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非准则 另一方面则是人行为的因果关系链 个人认为 编庆的功利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就是 它具有向善的道德观 直接将追求幸福 作为指导人们各种行为的目标 好 非常感谢梅AB的留言 可以说梅AB每一次听都会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也非常提倡这样的做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电车难题这一期当中 大家的留言 面对着电车驶过来 到底是拉杆还是不拉杆的选择 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江萌说 可能不会拉动拉杆 如果转向那一个人 就相当是我主动选择结束了他的生命 如果不拉动 虽然牺牲了五个人 但和我本身无关 是列车失灵 但是幸福太难度量了 不仅在于自己的感受 还很难割断与他人的比较 威利说 公立主义也是生活中最佳选择问题 如果抛开道德良心 拉动拉杆是明智的选择 哲学是寻求智慧的学问 因此公立主义是一种智慧 现实有时是无情的 会迫使人做出无情但有理智的决定 否则人类不会进步 GS宣说 那当社会利益与个人情感产生冲突的时候呢 五人那方人虽多 但如果那一个人是自己的亲人或爱人 幸福最大化原则是否会改变呢 慕悠说 我可能会懒得拉杆 但是在那种实际情况下 身体自然而然地做出的反应应该是去拉的 苦乐计算法我觉得有点扯 但是能得到比较直观的效果 大年说 对于正义的成本 多数人和少数人利益的均衡等 经常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虽然可以选择 但是依据只是个人的偏好 思科定律是从双方综合的成本和收益来考虑 经济学不讲道德的高低 不讲价值观 只讲博弈 只考虑数的计算 接受起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而边沁公益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 把两难的问题考虑的出发点 从两难中跳了出来 拉到了整体的角度 有了哲学的帮助 老娘和老婆落水 先救谁的两难问题 也可以有新的角度 抬杠了 误不空说 其实就是整个社会幸福最大化 如果是电车上坐着50个人 你不选择方向 电车就要出轨 括号 假设只是思想实验 五个人都要死 包括你自己 这是 你还可以选择电车去向五个人或一个人 都可以就电车里的50个人 你怎么选 还是不选 社会利益最大化 有时是无奈的选择 和必须要做出的选择时 用的思考标准 当然还有更多听友的留言 无法一一念出 那对待这个思想实验 我想说 首先 大家要明白 这是一个思想实验 实验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因为本身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重点在于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剖析 从而让我们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 其次 这个思想实验的前提是 一个人和五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情况下 而没有各种前提的预设 比如说 这一个人是自己的亲人 或者说 这一个人是科学家 另外五个人是平庸之辈 那么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这个大的前提之下的 他们是平等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下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 是要拉杆的 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功利主义的评判标准决定的 牺牲一个人换五个人的生命 这个利益最大化 五个人的生命加起来的生命的总价值 要高于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 但今天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康德主义者就会反对这种看法 康德这边就不是以这条准则为判断标准了 在第一季中 我们讲到了康德的道德律 那就是绝对命令 遵守道德是出于一种义务而做的行为 不是以遵守功利原则为前提的 如果说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去做事情 就不认为是道德的行为 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 而是取决于采取该行为的动机 那么在康德这里 是否拉杆就看这个动机是什么 在原始状态下 电车本是要驶向五个人的 如果拉杆 这个行为的动机就等于说 主动去选择杀害另一边无辜的一个人的生命 那么这个动机就是不道德的 因为杀人这是你的选择的结果 而如果不拉杆呢 电车以一种自然状态驶向五个人 五人牺牲 一人获救 虽然数量上五个人要比一个人多 但这并不代表着 一个人生命的重要性 比五个人生命的重要性要低 之所以会认为 五个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个人 那是基于公立主义的原则 而康德主义就不这么认为 不应该凭借这个来衡量 是否拉杆 好 那么通过这个对比 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公立主义 以最终的后果来作为行动的标准 作为道德的规范 而康德的道德律则更看重 动机层面 当然在这里是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目的是希望大家对理解公立主义有所帮助 这个电车难题其实也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 重在这个思考的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密尔的这两期大家的留言 曼谷说 对快乐志的追求 追求志的优越性 使自己有能力帮助弱势群体 对于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 是有着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啊 吴唐的咖啡喉说 人应该不断追求优质的快乐 这样才能不断满足自己的精神享受 否则过多的低级的快乐会使人愈加空虚 18849644这位朋友说 首先我感觉这是两个维度 在快乐相同多的情况下 就会选择质量优的快乐 那么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就会选择快乐越多的快乐 如果比较两个快乐 到底哪一个重要 我个人感觉会把61.8%留给质量 把38.2%留给快乐的多少 以上就是大家在密尔这两期的留言 我认为这两期节目对我们最大的启迪 就是关于低级快乐和高级快乐的区分 联想到我们的日常经验就会发现 很多我们追求的感官自己的快乐 虽然也是快乐 但最终还是要上升到精神的快乐后 才能够更加持久 内心才能够更加安宁和幸福 那在平时的实践过程中 就更应该注重自己精神上的追求 多读书 多思考 从日常点滴中去体会到一种 如潺潺流水般的幸福之感 好 关于功利主义的互动答疑 我们就说这么多 这是第二篇章上半场的答疑 下半场我们将去看看实用主义 大家都有哪些精彩的留言 同时也多给大家一些消化的时间 也希望大家留下高质量的思考和体会 感谢收听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